从13岁开始学习体育舞蹈,到如今退役两年继续从事舞蹈培训工作,台湾职业拉丁舞冠军王玉宏的生活与体育舞蹈事业相伴多年。 近日,记者在台北见到王玉宏时,他正忙着为明年1月即将参赛的舞者排练。 对于明年在家门口的这场比赛,王玉宏很重视。 一方面,大陆的裁判、选手参与到台湾举办的赛事中,可以促进两岸交流。 另一方面,他也希望台湾的青少年通过参加比赛提升赛事经验。 我们同时也邀请到四位中国大陆的裁判,然后还有一些中国大陆的选手,做两岸的交流。 然后有一些东南亚的选手,然后一些欧洲的选手,在这个1月的舞台通常较近。 在世界舞蹈总会举办的英国三大国标舞赛事中,王玉宏曾经进入到职业组前48强。 他也曾获得亚洲室内运动会斗牛舞的金牌。 王玉宏在成长为职业拉丁舞冠军的过程中,也目睹了大陆选手在体育舞蹈领域的快速成长。 体育舞蹈又称国际标准舞,19世纪初发源于英国,现已成为国际正式比赛项目。 王玉宏说,面对欧美选手的强力竞争,大陆与台湾选手能在体育舞蹈领域取得现在的好成绩,疏为不易。 我们在学习上面当然有一些相对的难度,但是我们突破了这个难度,我们可以竞争到世界前12名,竞争到世界前6名。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,这代表一件事情,就是我们华人是在世界上面是可以做到不容易做到的事情,我觉得是相对的挑战是比较高。 目前,王玉宏专心于青少年体育舞蹈培训,教课以外的时间还在筹划各项体育舞蹈赛事。 他希望把赛事的舞台打造得更专业,能吸引更多国际选手参赛。 此外,他也计划着成立两岸交流训练营,希望两岸能借此进行更多的舞蹈交流,互相取长补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